这男人在手臂上画画 上完色后手臂竟与树干完美融为一体 甚至还能完美地隐藏在石头中 男人做这一切都只为了参加一场游戏 在未来世界一场大战摧毁了北美 幸存的人类重建了社会秩序 将国家划分为12个管理区 在管理区内的穷人被富人圈养 他们一不避体十不果腹 为了避免穷人发起叛乱 并满足富人变态的精神需求 每年各个管理区会 挑选一男一女作为共体 参加大型直播真人生存游戏 饥饿游戏 从穷人中挑选的24个少男少女 他们会在游戏中互相厮杀 直至剩下最后一人活着 圣者可以从此跨越阶级登上人生巅峰 这天又到了富人来选共体的日子 管理区内所有12岁到18岁的年轻男女 全都聚集在广场上 每个人都神情恐惧惶惶不安 富人开始抽选女性共体 结果一出 女孩只能听从指令呆呆往前走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冲了出来大喊 原来被抽中的是她的妹妹 她是第12区的守卫志愿者凯尼斯 还没从噩耗中缓过神来 台下的少男少女们纷纷举起手 做了个首饰为她祈福 这时男性共体也已挑出 彼得和凯尼斯将作为第12区的共体 参加饥饿游戏 他们将要前往富人区 刚上火车两人就看呆了 车上的丰富食物和精美的装潢 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 可他们一点食欲都没有 女妇人叫来上一届的冠军给他们做导师 这个人原本也是穷人 当上冠军后就加入了上流阶级 如今天天醉生梦死 她只提点了他们一句 凯尼斯不接受等死的命运 导师惊讶于凯尼斯的果敢 他终于肯透露胜利的秘诀 那就是要讨人喜欢 因为饥饿游戏其实就是 妇人们观看的大型真人秀节目 只有获得资助人的青睐 他们才能在关键时刻得到物资 包括武器食物以及药品 每一笔物资都有可能改变比赛的结果 火车很快抵达了富人区 这里的科技高度发达风景优美 和他们生活的穷人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富人们挤在火车旁欢呼 这样的待遇两人完全无法想象 然而对于富人而言 贡庭只是玩物而已 他们先是对两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清洗 细致到每一根毛发 随后凯尼斯被送到了造型师面前 造型师很是敬佩凯尼斯自愿参赛 他决定要帮助他获得更多赞助 他给两人设计的火焰战斧 在开幕式上赚足了眼球 给富人们留下了不错的低印象 在统治者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过后 参赛者将进行为期四天的训练 来自一区二区的参赛者 都身怀绝技实力不凡 与被迫抽中的凯尼斯和彼得不同 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目的是通过饥饿游戏改变命运 所谓的四天的训练时间 实际上是给场外观众的下注时间 哪位选手获得的关注度越高 也就意味着能得到的物资越多 而第四天的评估测试 则是选手们拉票的最后环节 凯尼斯发现富人们压根都不看他 他愤怒的一键射去 这是凯尼斯第一个反抗权威的动作 他才做不到忍气吞声 本以为这种做法会惹怒那些评委 不料凯尼斯获得了全场最高的分数 这一来认可了他的实力和勇气 二来也让他成为饥饿游戏的重视之地 凯尼斯反抗权威的举动被统治者盯上 他不允许凯尼斯从游戏中活下来 女孩身着火红的礼服 旋转使礼服燃起熊熊火焰 他就是来自十二区的供敌 台下的观众在欢呼哄笑 凯尼斯却觉得这一切很荒唐 他将献祭给北美最可怕的真人秀直播 伴随着倒计式饥饿游戏开始 所有人都跑去捡装备 只有凯尼斯捡起背包就往外圈跑 导师告诫过他尽量避开主办方的阴谋 前期狗一狗才能活得更久 等跑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后 凯尼斯开始检查背包 可惜这个用命抢来的包里 只有一捆绳子一个小水壶 和一些不知道能有什么用的小玩意 突然听到天上传来一阵炮声 一共响了十二下 才第一天就死去了一半的人数 接下来的竞争只会更加残酷 幸好穷人去长大的凯尼斯 拥有很强的野外生存经验 他到湖边把水壶灌满 然后削尖一节树枝 将树干踩到最低 用不调绑紧后 再缠上削尖的树枝 如果机关触发就能饱餐一顿 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因为怕火肿会引来附近的敌人 夜里凯尼斯爬到树上 用绳子绑住自己睡觉 每天夜里主办方会在空中 播放失败者名单 但一醒来他就发现自己被针对了 一群人已经结盟正在搜捕他 其中还有他同区的伙伴彼得 凯尼斯一路往边界走 想偷偷地葬起来 但观众们最想看到的是互相残杀 于是管理者在他身后放了一把火 凯尼斯只能拼了命地往回跑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朝他扔火球 管理者们随意控制场内的大树 从而干扰凯尼斯的逃跑路线 段木突然拦住去路 凯尼斯闪躲不及大腿被烧上一块 但他迅速起身拼命奔跑 凯尼斯终于跑到河边 跳进河里还没喘上几口气 猎杀小队就发现他了 凯尼斯只能起身逃跑 敌人将他包围 他只好爬上树 幸好他们没人能爬那么高 于是他们朝他射箭 但技术太差都没射中 这时彼得提议不如在下面守株带兔 反正他不下来就会饿死 于是他们就地生火 凯尼斯伤势很重 没有药物只用水清洗 疼得他咬紧衣服领子 大屏幕将这一幕清晰地拨出 导师在场外很担心他能否撑下去 就忍不住帮他拉起赞伸 凯尼斯坚韧的模样让观众动聋了 随后一份急救包空头到了凯尼斯手上 这是一罐能够快速恢复伤口的药 第二天凯尼斯的伤口已经愈合结痂 但猎杀小队依旧等在树下 他还是插翅难飞 这时不远处的树枝上 一个小女孩指了指他头上的毒蜂窝 凯尼斯好像立刻懂了 于是他忍着毒蜂叮咬的刺痛 用小刀一点点拒断了树枝 随着蜂巢的掉落 大量便一毒蜂飞出 树下的几人只能四散而逃 跑得最慢的金发妹被毒蜂活蜇死 凯尼斯下树逃跑 顺手拿走了死去女孩手上的弓箭 恍惚间还看到彼得叫他快跑 但凯尼斯没跑几步就昏倒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凯尼斯苏醒后发现有人给他涂上了草药 树上有个小女孩正看着他 凯尼斯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他决定带着小女孩一起活下去 女孩小云说猎杀小队 霸占了所有的物资驻扎在湖边 他们决定策划一次反击 小云在一边生火吸引注意力 对方只留下了一人看守物资 凯尼斯可刚想动手 却发现物资周围布满了炸弹 他决定射掉袋子里的水果 引爆周围的炸弹把物资全部炸没 无功而返的猎杀小队发现物资被炸毁 气得直接扭断了看守的脖子 所谓的暂时结盟也不过是强者的把戏 凯尼斯跑回树林寻找小云 发现他被陷阱困住 他没有细想就冲上去解救 迎面飞来一根长矛 凯尼斯本能躲闪 反手给了对方一剑 可当他一回头小云已被长矛命中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 凯尼斯除了安抚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慢慢地合上小云的眼睛 凯尼斯痛恨这泯灭人性的游戏 他哭泣着怒吼着表达自己的不满 随后采摘野花为小云做了花圈 希望他能安息 临走前他对着镜头做出了代表信仰的手势 镜头前的平民都被他感动了 纷纷举手回应他 平民的怒火被点燃开始反抗 要终止这残酷的饥饿游戏 这场动乱很快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他决定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他下令来自同一区的男女能够同时胜出 凯尼斯明白了高层的用意 他赶紧找到皮特 发现彼得伪装成了石头 因为他重伤一条腿已经不能动了 简单止血后凯尼斯扶他躲进了山洞 为了得到赞助药品 凯尼斯顺势躺进了彼得怀眼 演了一出苦情戏 赞助商很满意这样的剧情投下赞助 但管理者故意把药放在草坪中央 让所有人都能抢 这样又可以掀起一轮厮杀 凯尼斯打算赵佐 然而他刚拿起物资 一把飞刀划破凯尼斯的额头 他起身反击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凯尼斯被刀抵住了脖子 这时小黑冲上来扭断了飞刀女的脖子 因为凯尼斯救过小云就放过了他 凯尼斯拿着药膏回到洞穴 他们为彼此涂抹药膏 周围的空气逐渐升温 工作人员也被此情此景所感动 第二天两人外出觅食 天突然黑了下来 原来是游戏管理者在搞鬼 还放出了一宗恐怖的野兽 两人只能更加小心提防 野兽向他们扑来 凯尼斯拉上皮克一路狂奔 两人爬到了一座建筑的顶上 不料这里早有埋伏 一番激烈的搏斗 男人锁住彼得挡在身前 凯尼斯拉弓瞄准却不敢贸然射出 关键时刻皮特给凯尼斯打了个暗号 他心领神会一箭射中男人的手臂 皮特转身一推 男人便落入猛兽之口 凯尼斯和皮特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天空缓缓亮起 就当所有人以为一切都结束时 统治者竟然出而反而 表示之前共同胜出的规则取消 言外之意就是让这对苦命情侣自相残杀 决定他们生死的规则 不过是特权阶级随口说说就能定下 他们都不想伤害对方 凯尼斯决定和彼得一同吃下毒果 以此向特权阶级抗议 因为饥饿游戏唯一的希望破灭 将带来更严重的暴动 最后二人都活了下来 但是凯尼斯破坏了规则 挑衅了统治者的权威 统治者并不会就此放过他 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